大家好我是時光博物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有一句廣告術語是這麼說的 Some watches tell time, some tell a story 有些碗錶是用來看時間的 但有些碗錶是有很多故事的 當然有故事的碗錶就更有趣了 我們今天想說的一個碗錶品牌 它背後有很多故事的 這個品牌的名字叫Shakados 瓦克德洛 Shakados 已經有接近300年的歷史 今年他們慶祝創辦人的300歲獸神 為什麼Shakados 這麼厲害呢? 原來在他17歲那一年 他已經開始做一些非常複雜的座宗 這些座宗還是很漂亮的 在他37歲那一年 他帶著6個自己製作的座宗 由瑞士去到西班牙的馬德里 去見西班牙當時的國王 Federnand the Sixth 西班牙的國王非常賞色 Shakados 的座宗 6個都幫他全部購買了 還給了2000個金幣 這個在當時來說是天文數字 他當時6個座宗 其中一個叫The Shepherd 木銅的座宗 今天仍然在西班牙那裏 這個座宗的頂部 就有一個木銅 他手上握著的長頂 這個長頂可以吹咒 手指可以動 至於他旁邊的小狗 是會廢的 據說當時西班牙的國王 所養的狗 都被這隻小狗的廢聲 牽引到 是廢回頭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 他的真實性都挺高的 這個座宗還有其他的複雜功能 包括了 有大小字名 Equation of Time 時間等式 還有萬年曆 大小字名在每個鐘頭 和每個刻鐘的時候 都會敲擊去報時 當他報時的時候 這個座宗的底部的一個露台 上面就有幾個公仔 就會走出來 報完時之後 又會走進去 我們看到整個座宗 本身還有很多很漂亮 很仔細的雕刻 我們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當時這個西班牙的國王 是這麼喜歡這些座宗 對他是愛不適受 Shakados除了做這些座宗厲害之外 他還是非常聰明去做一些 Auto Maiden 即是活動人偶 其中最有名的有三個 包括了有這個 Writer 作家 Draftman 繪圖員 還有 Musician 音樂家 這位作家是懂得寫字的 他可以寫一句有40個字母的句子 而且他寫出來的 他還是會用陰陽筆 即是好像我們真人寫字 是很漂亮的 繪圖員 他可以畫四組的圖畫 包括了一隻狗 還有一個坐在馬車裡面的小朋友 這個馬車不是給馬拉的 是一隻蝴蝶去拉的 還有兩組的頭像 包括了法國皇帝 還有另外一位法國皇帝 Lewis 16 和他的皇后 Mary Antoinette 這三個活動人偶 我們可以看到 二百多年前 完全沒有電腦 沒有科技協助下 Shakados可以設計和製作出一些 這麼精細和活靈活現的活動人偶 他的技術和創意 真的非常非常高 在2000年的時候 Shakados這個品牌就加入 Swatch Group 在2010年的時候 他們也搬入了現在的全新的廠房 今年正正是Shakados 三百歲壽神紀念 所以品牌就出了一隻限量的Bird Repeater的碗錶 這隻碗錶限量八隻 它就包含了Shakados有三大技術 第一就是Automaten活動人偶 第二就是複雜功能 這個複雜功能是三文Minute Repeater 另外還有它們非常精細 手工雕刻和發狼的技術 我們看看這碗錶的錶盤 上面就有兩隻之間鳥 兩隻小鳥的翅膀都可以展開 兩隻小鳥的中間就有一個鳥巢 鳥巢裏面有另外兩隻小鳥和一個鳥蛋 這兩隻鳥底和鳥蛋都會動 不過鳥蛋還會敷出第三隻小鳥 在錶盤的右上方有一個農莊 這個農莊是三百年前Shakados出生的一個地方的模型 在錶盤的左邊有一條流動的河 這條河叫做龍德河 亦是在Jual Mountain的一條很出名的河流 在錶盤的前面有一些植物和漿果 植物的名字叫做龍膽花 這種花本身植物的幹部 是可以用來打磨基心的一些木條 這個植物的另外一些用途 還可以做一些酒精的飲品 或者還有一個藥的用途 在錶盤上我們還可以找到三隻動物 它們包括了一隻蜻蜓 代表了力量和鬥志 還有一隻蝴蝶 當時是春夏交替的時候充滿生機 第三隻動物就在左邊的草叢 躲起來了一隻草蜗 這個草蜗是代表了進取和積極 這個三紋的功能啟動的 就在九點鐘位置的拉桿 本錶的機身是一個手動上鏈的機械機身 有48小時的動力 錶殼直徑是47毫米 定價是港幣426萬 今年除了Shakador出了這隻Bird Repeater之外 它還做了一隻Grand Second Skelet 1 Series 2Beyond送給Only Watch Only Watch是一個慈善拍賣 每兩年舉辦一次 這是一隻獨一無二的碗錶 這碗錶究竟特別之處在哪裏呢 特別之處在於標盤設計和顏色 它是一隻扭空的碗錶 是兩面扭空的 前後都扭空的 在那個錶面那裏 是用了一些幾何圖案去做骨幹 這些骨幹全部都是用18K白金打造 以及用鑽石的粉末去打磨 而它中間填充的髮囊是有三種顏色 包括紅色、橙色和黃色 這三種顏色都是Only Watch今年的FEMATIC顏色 它是代表快樂、熱情、樂觀的正能量 機芯是一個自動上年機械機芯 有七日動力的儲備 本身亦有一些科技的元素 因為它的油絲是用直的材漆 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本身的錶殼是41毫米 用18K黃金去造的 30m的防水 這款錶在11月的時候 會跟隨其他的Only Watch 由街市德去拍賣 股價是港幣134萬至168萬之間 如果大家對這隻Only Watch有興趣的話 原來Shakados還有另一隻不限量的版本 這隻Grand Second Scallop 1 2 Vyond 它的設計和The Only Watch 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除了一個錶盤 這隻不限量版的錶盤是透明的錶盤 用了兩層 前面那一層是So Far Crystal 藍寶石水晶玻璃 而底那一層是一個專門製造的石英 還加上了煙燻的效果 令我們看上去這個八字形的透明錶盤是更加立體的 它上面的時錶全部都是用18K金去造的 我們可以看到 錶的背後的自動上鏈的擺陀 都是經過全部扭空 只剩下一個大D字 這個碗錶其實它那個幾何圖案的設計 除了是很modern之外 還可以令到它將絕大部分的物料扭空出來 令到那個通透感是更加強 這隻碗錶本身定價是港幣123萬5400元 Shakados這個品牌是其中比較少有的傳統瑞士品牌 他們是會用現今的科技和新的物料 去將它例成名的一些技術和功能 將它昇華 去到一個更加精緻更加漂亮的一個層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是很值得我們花多點時間了解的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很多許äch 在聊聊聊天 都在永遠 跟以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